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我懂了 张瑞欲言又止 没再多说什么 丁钱这时候看了一眼张瑞 虽然没问什么 但从他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猜到张瑞暗指的那个人是谁 两个人心照不宣 谁都没有多话 在他们谈论的时候 柳飞的尸检也一直没停 检查完骨骼之后 他移到下一个解剖台 开始检查头颅和内脏 吕爱卿的人头经过冷冻保存 与当年发现时并没有太大差别 由于被高温煮过 与生前照片上的人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 唯有主要特征是相似的 人头的表皮已经脱落 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肉 两颗浑浊的眼球 尤其突出 鼻梁露出鼻骨 还有两排暴露在外面的温黄的牙齿 微微裂开一道黑色的缝隙 这样猙獰的面孔 有一头乌黑粗壮的短发 与柳飞 绝艳的容颜 形成了充满戏剧性的反差 美得更美 渗得更深 柳飞倒是不以为然地摆弄那颗人头 捧在他手里的 好像是一个随时能苏醒过来的活物 每动一下都能刺激观者的神经 切割头颅的部位 在第三和第四节颈椎骨之间 下刀是从脖梗后面 由此可以排出一点 吕爱卿的致命伤不是脖梗 郭荣荣问 为什么 他也提出很多人心里的疑问 柳飞不加思索地回答 如果致命伤伤在脖子 肯定是从前面的喉管或者颈动脉下刀 而不是从后面 断口切口平整 这是一次性下刀留下的 因此只能是吕爱卿死后 从脖梗后面下刀切断人头 胸器不是一把大刀 而是类似匕首之类的刀 很锋利 柳飞放下吕爱卿的头 开始检查内脏 吕爱卿的内脏 完全是按照放在包裹里面的状态摆放的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肠子 人的小肠长度 一般是六到七米 大肠长度约为一点五米左右 吕爱卿的肠子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 小肠一裸 大肠一裸 当年负责尸检的法医还算负责 保存之前又把这些器官按照原样摆放好 给如今的尸检带来了很大便利 可以让警察办案更加直观地感受案情 柳飞拿起解剖刀 轻轻地剖开心脏 然后又剖开肝脏观察了一下 这些器官除了子宫和右肾下不见了 其余的都在这里 都有主过的痕迹 器官内部几乎没有拧血 说明凶手杀害吕爱卿之后 有意放过血 烹煮器官也可能是为了去除血水的目的 这样便于气湿 他顿了顿说 凶手将吕爱卿的内脏逐一取下 分离得很干净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他有相当的解剖方面的技术 对人体结构也是比较了解 柳飞忽然轻轻呼了一声 他一贯冷静 极少有情绪波动 这种反常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关键时刻他又不吭声了 一会儿用镊子夹起小肠一端看看 一会儿又看看肝脏 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要知道 南大碎尸案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线索不足 如果能用现今先进的技术手段 发现新线索 那倒是一件意外惊喜 杜职询问 有什么问题吗 肝脏和大小肠都有缺失 肝脏缺了几块 小肠缺了大概20厘米 大肠缺了大约10厘米 柳飞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引起轰动 在场这些人 尤其是当年经历过那件案子的警察 都知道吕爱卿的内脏有缺失 关于这方面众说纷纭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于缺失小肠的各种假设 有些假设甚至涉及的军政敏感话题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宋玉林说 凶手在切除被害人内脏时 有可能出现了一些意外 或者他根本是有意切的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柳飞说 这里发现了一点矛盾 矛盾 凶手在切除心脏 胃 肾脏和皮 这些器官 手法都是干净利落 甚至连一线的位置都找对了 水准非常之高 但是在切割肝脏的时候 下刀却十分毛躁 有好几处地方都有缺失 而且缺失的部位 有点让人难以理解 就好像是一个专业高手 忽然变成一个毛手毛脚的外行 还有小肠和大肠也都莫名其妙地缺少两截 让人费钱 丁前插话说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凶手是两个人就能解释了 一个专业的高手 一个是门外汉 他不是警察 随口就说 也没什么顾忌 倒是让身边的其他警察 受到了不小震动 这个我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需要进一步检查 柳飞不见不淡地回了丁前一句 开始检查吕爱卿的医物 被害人的医物虽然是最完整的 没有任何缺失 保持着当年发现尸体时叠放的样子 外衣内衣由下至上 叠放得整整齐齐 旁边放着吕爱卿的一双黑色的皮鞋 最引人注目的倒是放在一旁的 那个大红色又黑色套边的外套 甚至连网络上都能查到 吕爱卿失踪那晚 就穿的是红色外套 有一种传说 说吕爱卿之所以成为罪犯的目标 就因为他穿的是红色外套 刺激了心里变态的罪犯 这和几乎在同时间 发生在甘肃的白银杀人案 遥相呼应 让很多年轻女性 一时间都不敢穿红衣服出门 刘飞说 我看过照片 这些衣服原样 其实比这个叠放的还要整齐 几乎都叠出棱角了 衣服能叠出棱角 这个听着倒是挺夸张的 蓝金刑警队副队长 祖光似乎想到了什么 问刘飞说 刘法爷 你现在有照片吗 我想看看 可以 李达你去拿一下 李达出了解剖间不一会儿 拿回来几张当年事件时候拍下的衣物照片 拿给祖光看 祖光看过 递给宋玉林和杜志勋 宋玉林接过照片看了看 刘飞说的 刘飞说的倒是一点不假 除了内衣和内裤这些比较柔软轻薄的衣物之外 修衣秋裤这类稍微成点 成点形的衣物都是整整齐齐的垒放在一起 棱角笔线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